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想要好车贷款申请 脱离窘境不是问题 想策美人人生双赢 千万富卧 达人帮你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达人 市场今天走势算是相当的温和 盘中一度上涨100点 103也一度又翻黑下跌了33点 那目前录影的时间12点22分 小跌12点 大致就在平盘上下 做一个横盘的一个整理 那主要还是成交量的部分量缩 那现在2500亿 所以市场就处在一个比较停滞的状态 那在等什么 比如说营收也公布了 财报也已经公布完毕了 那现阶段在等的 其实是美国的财报 那主要市场都在等 NVIDIA挥达 在824吧 台北时间824 应该是礼拜五的凌晨 会公布财报 那大家主要在等就说他第二季的数字 以及对于第三季跟下半年 还有后面AI的展望跟看法 所以众所瞩目 当然就说数字出来之前 一堆大型的投资银行 研究机构都调高了NVIDIA的一个平等 500、600、700、1000美元的目标价都有 基本上大家市场是一面看好他是最大的王者 最大的赢家 但因为数字还没公布 所以大家就先在这边屏息尽气的 在等待这个他的财报跟法说 那我今天在盘中我就提到说 基本上他前一次的法说 预测第二季的营收要成长五成 所以带动了这一波NVIDIA 跟AI的相关股票的大浪潮 大家应该都还记得 那我认为第二季的营收成长五成 他应该是可以达标 应该是可以达标 所以这部分我认为 获利跟营收数字 不会有太大的悬念 但重点在于第三季 我认为不用太乐观 为什么 不是说订单不好 而是说先进封装 Covers的部分 这部分的先进制程 你要他扩 台积电要扩 也没办法几个月之内就扩出来 设备要陆续到位 还要调教那些机台 产能拉上来 maybe是在两季之后 所以 事实上速度没那么快 所以NVIDIA目前是订单远大于他 目前所能得到的台积电的最先进的产能 所以如果第二季的营收整个拱高了五成 第三季 maybe 十平小镇 所以大家不用有 就是对数字不用太过乐观的期待 这是我的看法 但是他对于后续AI的展望一定是超级热观 一定超级热观 所以整个对AI来说一定加分 所以现阶段就是在那样说 等于NVIDIA的法说 但其实是涨上 你会看到就说会涨的 最强的还是AI股 就像我说这现在就是所谓的拉AI盘 AI股在涨 指数常常不涨 或者甚至是跌 因为除了AI股之外 其他股票通通都不好 那比如说今天3661的世新 法缩完上修今年的营收展望 并且预期后面AI订单 持续强劲的成长 股票直接跳空锁涨停2165块 那就像我说的 世新涨停板 未来他要争霸的是股王的宝座 以今天来说 目前台股股王是5274的信华 股价没有差多少 2335块 那以前的股王叫大立光 今天股价已经落居第三名 2030块 世新呢跳空涨停之支 来到2165 他信华不远 只剩100多块钱的假差 那明年的世新 或许获利四五十块钱是有机会 而且未来这三年 未来这五年市场 或许最强势的主流 其实就是只有AI 就像过去的PC好十年 过去的智慧型手机也好了十年 创造了宏达电 大立光等等新旧股 这样的AI也准备要好十年 那以前PC时代的华硕跟广达 也曾经都涨到900多块 而且那时候广达多厉害 我记得一股配两股 就他是除权的不是除息哦 所以900块的股价除完全之后 剩下300再涨回到900多块 还原回去是两三千块 所以那时候的股王是 华硕跟广达 后来变成宏达电 变成大立光 以前AI时代呢 我认为两个股王争霸站 的候选人 一个就是世新嘛 一个是明年有机会赚100块钱的 6669的微影 今天股价涨到大概1700块钱 所以当这一些具备指标性 而且要争霸股王的高价股 AI高价股 尤其是以世新来说 直接跳往涨停 那我就说这叫尖轮指路 盘势还在整理 最具备指标位置的那一档股票 跳空涨停 而且已经开始威胁到股王的宝座 新华快被干掉 就代表未来市场趋势 还是在这一边嘛 就像我说台股的 台湾的新股王 新首富叫做林百里 代表AI的崛起 台湾的财富的排序 就出现了非常大的变化 股王也如此啊 当新股王即将崛起的时候 就代表整个市场主流的改朝换代 他那个趋势已经成形 所以我要讲的重点还是很简单 AI就是唯一主流 你就是专注AI 大买AI 大赚AI 你不要遇到人生最大机遇 你要功逢其胜 而不是说又路过而已 真的就会非常可惜 最近波动也很大 因为短线资金很多 所以礼拜五 伪创啊 广达了 杀到快跌停或者跌停版的 或者是 我们首带股票是3689的勇德 礼拜五也一度跌停版 结果今天又涨了超过半根回来 盘中最高涨6到67.4 涨了6.8% 那我在文章中我也提到说 因为现在真的当冲 隔日冲非常的盛行 二门股有时候那个当冲比就超过了6成到7成 所以常被警示 那你要知道当冲的部分就是说当你涨的时候 他就顺势往上做 你越强他越追涨 所以股价就是涨的时候一下子就手上去了 反之一然 当市场在震荡的时候 他反手砍或者直接追杀 追空 所以那个跌停板一下子就亮灯 所以现在就是说这个市场 他因为这些当冲隔日冲 或者是股价期货 这个操作非常的盛行 所以他的波动非常的大 所以我也常在讲就是说你今天因为就是热门股 你会跌停的就会涨停 会涨停的 你就一定有机会看到跌停板 但如果他后面让他上涨创高的趋势不变 因为短线的这些短线交易非常盛行 礼拜五达到跌停板后面 从前还是要涨回去一些 涨回去的速度常常很快 常常是V转 以永德来说 七月营收新高 第二季赚1.49 国内有广达大单 海外有中东AI的大单 这都是新的大单 今年估计就有6块钱 明年上看8块 以现在AI股的水准 明年获利 明年获利有8块 乘以20倍是普遍法人的目标水准 这个设定目标价的一个基本的水平 明年获利的20倍 所以假设是8乘以20是160 买的时候才有几块钱 空间超级巨大 也因为数字非常漂亮 所以前面才会喷出去 创新高 礼拜五遇到大震荡 打到跌停板 趋势也没有变化 所以今天又涨上来 很多股票都如此 就像礼拜五 也从上涨变杀到跌67%的见准 今天也是优拉涨停板 所以你今天如果要回头问我说 那礼拜五在杀什么 我可以跟你讲 就是说其实就只是在杀一个市场 氛围而已 因为前一天很多股票大涨 隔天一堆人 脚底抹油 礼拜五来了 有掀砍一通 要引爆那一些短线的卖压 台湾股票杀的杖恶金刚 杖恶金刚摸不着头 大家满头的黑人问号 其实就是这些短线之境在杀进杀出 造成股票波动很大 但只要趋势不变 被错杀的很快都会比较上去 市场最强的还是银帮 礼拜四创天价527 礼拜五创天价565 今天再创天价575块 盘中最多涨5.5% 每天都在创新高 一点卖压都没有 人家拉回 他跟着拉回之后 他最快上去 人家拉回幅度大 他拉回幅度小 人家涨一点点 他以下就创新高 大家还在震荡到不行 天天创新高 当初297买的时候 到今天575块 最多获利278块 再涨不多 就可以获利297 297块 就是获利可以达到100% 他今天已经获利93.6% 每买100万 到今天已经变成193.6万 这几乎已经快要达到 倍数的获利 335加码的那一次 到今天575 也获利240块钱 高达71.6% 这也超过了七成 所以我不会 我也不必叫你在500以上 用力的去做追高 虽然我认为他的空间 非常的大 因为6月份赚2.75 7月份的时候又新高 估计赚3块 不要说今年获利 明年上看35到40是我的预估 市场已经一堆人喊到 40块50块钱 不是不可能 后面慢慢调 慢慢调 因为光赚35到40乘以20倍 其实股价都有7字头到8字头的实力 所以这张股票我们AI背后班不是只要赚一倍 我认为他会赚的比一倍还要多数不少 就全市场最强的AI股 我想当之无愧 之前呢 情城我们大赚出新一趟 礼拜五二度进场 礼拜五的高点239.5 今天高点239 稍微压回平盘附近 来回震荡 洗来洗去 洗来洗去 我认为洗完就上去了 因为一来前一波 我们是买一支一嘛 卖在246 还原配息是250 因为配4块 总共赚了109块 赚77%获利出息 那一路打下来 打一个两只脚 当初我就说嘛 两只脚的形态打完之后 就会一堆股票又会往上 事实上就是如此 股价再度上来 那遇到前高附近 亮缩稍微洗一下 洗完就是要往上 因为九月份 美系的客户 准备要做全新的拉货 然后会把第四季的营收获利 拱到今年的最高 预估第四季有机会 赚到4到5块钱 而第二季的获利 还不错 还不错 虽然说跟银帮有点差距 但第二季的获利 也从0.23跳到2.07 第三季成长 第四季大爆发 大爆发 上干4到5块钱 明年获利上修 18到20 18到20 同样的你称以20倍 股价空间又拉出来 又再度拉出来 而且美系的客户 九月份刚开始拉 第四季进入高峰 但是明年的出货量 会是今年的三倍 也不是只有美系客户 包含中东的 未来AI订单 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银帮先应该说当初秦城先标 卖掉转进银帮 银帮再标 现在又换秦城 又准备要跟上 反正隔两好 就是一起上 一起上 我们就会搭配着做操作 极可股一直都是我认为 AI出去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区块 光通讯的龙头 华信光 好像最高168 涨5.7% 那你可能会问说 你不知道为什么跌停板 你就市场乱杀 市场的气氛不好 短线资金 不管3721全部乱砍 事实证明 很多股票很快就会涨回来 华信光明天正式出关 那今天包含波洛威 股价已经领先涨停板 又回到百元 单就营收的成长趋势 华信光仍然是最强 包含8月份营收会更好 9月份400机的产品 要准备要拉获MARVEL的部分 业绩将呈现一个大喷发的走势 到第四季的获利 或许单月超过一块钱 都有机会 都有机会 所以股价怎么下来 被关了十天 十二天 那我认为这个补涨 即将要开始 所以后续 股票认为很有机会 怎么下来就怎么上去 融合股的部分 广达 上周是领先过高 280.5 礼拜五尾盘是 杀去又拉上来 今天在平盘附近 做一个横盘的整理 人家先过高 先过高 先让他稍微休息一下 休息了两天三天 还是要往上 趋势是不变的 因为他除了AI之外 他布局车用的速度 也是最早的 PC的产业又整个 在做一个复数 所以后面的业绩只会越来越好 明年的获利 最保守估计 也有20块钱 最乐观的版本 已经喊到25块 不管20还是25 你乘以20倍的本益比 空间都还不小 尤其是就像我说的 大厂优先下当给这些龙头厂之外 把人在补所谓的AI的持股 AI部位的过程 他优先会选的 也都是龙头股中的龙头股 是优先的选择 所以广达这一波可以领先先过高的 这代表 这后市大有可为 这拉回量缩的很快 要再往上 这绝对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再来 古王争霸战 就不能小觑 维影的部分 今天早盘最高1710 涨3.9% 那都在1100附近 做一个横盘的整理 这一波是从2145打下来 第一只脚上去 第二只脚已经完成了 这边再上去的话 后面只会越来越强 因为手握中东AI大单 明年上海100块钱的 这个EPS 那世新已经把股价 轻到2100多块了 那维影之前也是2100多块 获利又比世新来得更高 当然就是说 本质不同 因为一个叫做IP ASIC的产业 那本益比本来就高 但维影的EPS比较高 本益比低一点OK 所以两家公司未来 我认为都已经会争夺 新一代的古王的宝座 那维影我们这一次是 买在1630元 我相信这样的一个买点 后面要赚个几百块钱 应该是相当的容易 相当容易 记家找完高点320 也是平凡附近 做一个量缩整理 反正大家都在等 就等等看NVIDIA的说法 因为他手握NVIDIA大单 跟CodeWeb的大单 那预估未来一年的年 AI的伺服器的出货量 上海一万台 每一台30万的美金 上海一万台就超过900亿 要在未来这一年的时间 要陆续出货 其实应该正确说起来 应该是在明年中以前就要出货完毕 除非是缺料 缺GPU 不然明年中以前要出货完毕 所以8月份应该记家就会看到出货 所以营收益就会跳上百亿之上 原本7月份 看起来低延到8月份 那从这一万台来的贡献来看的话 那明年货率伤害25到30倍 比较嘛 成为20倍的本益比 我就说 即将跟华硕空间都还是很巨大 华硕部分这一波也是超级强势 礼拜五 399 平波段最高 今天高点391 这一波 大家在回档的过程 不但没有跌 人家是打两只脚 他是给你横盘走 没有跌 而且 已经几乎是准备要随时要喷一波 新的新高的行情 投信也是一直买 因为手握NVIDIA大胆 年初货量也上看一万台 这也是900亿的贡献 PC也同步付出 大半年都会赚钱 明年获利上看31块 而且他又是这一波龙头股里面 涨最少 几乎是 没有什么 涨到太多的唯一的一档龙头股 所以他只是 股价走势比较温和 但等到他真的给你喷出去的时候 那速度空间 我估计都会很大 那这一波的AI标500 其实我们从6月份就开始 全力all in 相关的AI股 那一路操作过来 赚了一堆4成5成6成7成8成一倍 甚至华星光都已经赚到300%去的 超级AI大标股 所以很多的 我们教育成员 真的不夸张啊 在过去的这一段的时间 几十万的变百万 几百万的都上千万 那是一番再番 所以我就说 AI的行情是十年的趋势 它是一个非常大的机运 大家看到这么大的一个机运 这么大的一个机遇的时候 你要供逢其胜 你要去参与它 而不是当一个观众 或者一个过路客 那你会把就人生中最好的一个财务重新分配 提早退休的机会拱手让出去 那就太可惜了 所以如果大家想在年底前成为千万富翁 就来找郑老师 我会带你全力全面的锁定最强的AI的趋势 那比如说这一波的远的我们就不说啦 华星光那个什么四十几块买 涨到两百多块 那个我们就不讲 我们就讲最近的这一场银帮 不到300块钱买 到现在已经到575块 而且你根本不晓得它涨到哪边去 那未来像银帮这种格局的股票 还有的是 还有的是 所以礼拜五我才预告说 银帮行程之外 还有一档 类似格局 类似银帮的股票 我准备在这个礼拜 陆续要进场带着大家做布局 这次你真的不要说过 所以如果说你想跟着我一起布局 银帮行程之外的下一档 类似的标股 就在我们的 YT上或者LINE上面留言 168 以及你的联络电话 带你未来一周 一起买进一路法 那加入LINE的方法也很简单 就是扫描 最好扣 或者搜寻小鼠 12MASER 加入之后呢 留言168 接着联络电话 我就带你买进 银帮跟请程 下一档最新的标股 祝大家超顺利 明天再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家证券 无不当之产物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